良辰美景奈何天 全场五折要逆天 台湾各大商家和电商平台 也都搞双十一活动促销 而今年特别的是 淘宝的风终于吹来台湾了 双十一包有免运费 台湾购物只要满人民币99元 寄送台湾免运服务 而且和台湾信用卡接口支付合作 没有支付宝微信都能下单 还和便利店新竹物流合作 能直接送到台湾368个乡镇市区 超商取货或直接送到你家都没问题 这以前台湾人在淘宝上买东西 要找集运啊 要付关税啊 要付运费啊 没那么方便 现在直接买了 在家等 就跟大陆所有消费者一样 这我很期待啊 就是我下单的十分钟后 快递就能直接送货上门 但这大概要等赖清德下台以后了 总之作为一个消费者太感动了 但是绿营当然不爽 绿营看到淘宝在台湾打广告 气得跳脚 民进党开记者会痛批 标题叫 违法淘宝祸害台湾 打对台湾仰套杀 这标题好耸动 又是一群反制的民代 指控淘宝破坏市场秩序和经济环境 一群民进党的政客 问我买了台湾没卖的东西 打压了什么台湾商家 很多东西台湾没生产 台湾没有卖 不然就是相似的东西 大陆更便宜 消费者凭什么不能买 民进党打压淘宝 是打压消费者购物的权利 民进党才是打压台湾人 开记者会的这几支 说要照顾台湾商家 请问他们穿的用的 全都是Made in Taiwan吗 同样的道理 林楚英看什么爱奇艺 照他的逻辑 台湾人看爱奇艺以后 本土电视剧不就垮了吗 那他自己就是打压 台湾本土电视剧的加害人 至于沈黑熊更可笑 他自己黑熊学院就卖淘宝货 黑熊学院卖急救包 台币一千五 淘宝一个台币不到一百五 哇 黑熊你削的可真凶啊 黑熊学院靠淘宝赚差价 骗台湾人 现在当然要阻止淘宝 直接卖货给台湾人了 因为他没钱赚了 还义正言辞 为台湾商家教区 他是为自己的荷包教区了 那你怎么不为台湾消费者教区啊 台湾人为什么想买淘宝 因为想要省钱 为什么想要省钱 是不是民进党执政下 台湾人荷包越来越贬了 民进党不好好反省 现在还要让台湾人看到便宜东西不准买 多花钱当盘子 民进党有爱台湾人吗 至于扯淘宝会垄断市场啊 操控价格啊 更是鬼扯淘 在台湾有一堆电商平台 淘宝垄断得了吗 更何况淘宝内数千万商家 到底要怎么操控价格 民进党活在幼稚园的童话故事里 就想象有一个邪恶的坏人 他会说 台湾人现在只能在淘宝买东西了 那我要把价格提升十倍 现实可能这样吗 这一次淘宝之所以祭出免运费 是因为受到西英和拼多多的竞争 因此推动全球包邮计划 包含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韩国 都是免运的范围 是极其自然的商业竞争 为商家和消费者谋福利 所以绿营这么干 纯粹凸显了自己的愚蠢 民进党的反中不止走火入魔 而且根本丧心病狂 没有考虑到台湾多数消费者的权益 那几个人骂淘宝 另外几个人开始骂大陆啤酒 民进党又有明代抨击 大陆啤酒打压台湾啤酒 啤酒还会长手脚啊 民进党说 现在台湾人都不喝台湾啤酒了 开始喝大陆啤酒 打压农民牵动了经济财政啊 农业啦 好可怕啊 数据显示 大陆啤酒从2015年市占率8% 到今年8月成长为31% 涨幅4倍 而台湾啤酒占比在2023年 跌到了五成以下 民进党说 目前台湾人每喝三罐啤酒就有一罐来自大陆 主要来自福建省 莆田市 他心里不高兴啊 这一定是统战 要有关单位查清楚 这要查什么呢 记者会的现场 财政啦 经济啦 海关啦 官员啦 一头雾水 这就合法来台湾卖 卖得好 又没有参甲酒 又没有毒 那他要管什么呢 总之 在民进党的眼中啊 这个喝大陆啤酒啦 吃黄飞红花生呢 吃螺蛳粉呢 就会高取五星红旗 这叫有病 有病就该治 不久前呢 超商啤酒声量排行榜 前几名是荷兰品牌海尼根 美国品牌百威与雪山 怎么不去抨击荷兰美国高统战呢 大陆啤酒卖得越来越好 说明什么 说明消费者喜欢啊 难道有人拿枪逼你买吗 又不是美国在卖波音或卖萊猪 民进党说 去选区 庙会 餐会 都放这种酒 那你应该自己反省一下 为什么选民都喝便宜的酒 不喝贵的酒 是不是拟执政 让台湾人民不好过 不自己好好反省 还打压小老百姓喝酒的权利 一罐比台湾省五元 民进党有本事就禁止 让这些酒友碰批民进党 当然最后还是要告诉大家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饮酒若过量 傻过民进党 Applause нос 马肠 雨 愿 互